台湾创作新人王亭蕊 在今年7月推出首张个人创作数码专辑 两首主打歌的MV点击率 亦在短时间内破8万 出到成绩这么好 Ray都顺势推出实体专辑回馈歌迷 Ray出到专辑 还和女士轻、洪顺欢两位rapper合作 女士轻这日现身记者会餐场 还送上18同仁 预祝Ray明年入为金曲奖 Ray回想和两位rapper合作的过程 都说印象深刻 一开始知道可以一起做歌的时候 是很高兴的 然后到认识之后 觉得主要是学到很多啦 跟他们玩跟他们做音乐 大家的方式都不一样 态度也不一样 然后就很多火花很有趣 我觉得最有趣是像 我印象比较深刻是熊仔 第一次见面然后 他就找我们一起freestyle这样 你平常就很难想象 你会跟熊仔一起freestyle什么的 然后那天玩了大概三个小时之后 什么都没写出来这样子 我就回家了 音乐系毕业的Ray 才华仰逸 实力真是得到不少圈中人的肯定 组合五月天的阿信 在师弟专辑一上架 就立刻好捧场地 从头到尾听了一次 他还在社交平台和师弟交流 贴心地传授应对传媒的技巧 他讲很多耶对 但是就是我觉得主要是实战吧 就是主要是实战的反应啦 对啊对啊 那他有举例说 如果媒体问什么 应该要投回他吗 就是 就做做尽量做我自己啦 对啊然后不要不要 他讲太多了突然间有点忘记了对 我再回去复习一下 但阿信还有讲其他的吗 就是对于这张转集的作品 其实他给予的都蛮正面的 对就是他也很支持我这样 我就很谢谢阿信哥啦对 其实Ray推出的两首主打歌 都是BL剧的插曲 不知道他未来又有没有考虑 拍摄BL类型的作品呢 我有跟他们讲啊 就是里面如果有黑道角色 有需要我可以帮忙 你会想尝试黑道角色 我看里面的剧情是有提到的 对啊我我可以帮忙 那如果是就是那方面 就是BL方面或是会 那那方面也是也是可以 如果有机会的话对啊